大家好,如远行者的粉丝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快乐吗? 今天这个视频我要和大家来讲一下 报税季我们应该如何准备 因为今年报税我觉得肯定跟以往报税都略有不同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有纾困金,也有失业金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额贷款或者小额免还款的这些补偿 所以说我认为在2021年初的时候 报税我们应该做更好的准备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一起来和您分析一下 咱们都应该做哪些具体的准备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现在有关失业金,失业福利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尽管随着月底的到来 很多粉丝朋友们遇到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但是仍然还有大部分的粉丝朋友们还是遇到问题 之前我记得我的视频里说过,你们要打电话呀 可是很多粉丝朋友们还是遇到了就是电话打不通 或者说打到了之后那个客服还是没有给他解决 而且说出来的方案也是说让您再等等 所以呢,我决定现在呢我要建一个失业福利的互帮互助群 但是这个群呢却不在微信里面,因为微信的话这些群太多了 实在是容易错过一些消息 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相互帮助 所以说呢我就建立了一个脸书Facebook的群 其实我在脸书上面有自己的主页就是如远行者 其实上面所有的内容呢和我YouTube上面的所有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我只是copy也从来没有做过宣传什么的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发现上面有那个分组 这个分组非常好,可以把同等爱好或者说同等兴趣的人分在一起 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一些问题 所以我灵机一动就建了一个失业福利互帮互助群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搜索如远行者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主页 可以在这里加入这个互助群 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更新 也可以在上面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真的非常的热心 他们除了自己解决问题了之后 还会过来和我说一声说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可以帮到很多的人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或者有关失业福利方面有任何问题 大家都可以加入 这样子在上面发一些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你就把问题回答一下 这样比在我的YouTube视频上面那样去爬楼找你想要找的信息方便多了 另外我也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账号 也叫如远行者 我的初步计划是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面 来发布一些更加日常的一些视频内容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帮助如远行者顶一下哦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哦 好我们要说报税前如何准备 我们第一点就是各种的表格除了W2还有1099 所以说如果您有一份正式工作 基本上现在到月底您应该收到了您的W2表格了 那这个表格要保管好 因为报税的时候你要用到 另外呢就是有关失业金的报税 大家应该在最近已经收到了 失业局这边发来的1099G的表格了 那这个表格呢也是和您的W2一样 需要报税的时候用的 大家一定要收藏好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 如果说您收到了您的1099G的表格 一定要核对一下上面的金额 看看您领取的失业金和这个上面的金额 是不是完全一致 如果有问题 赶紧及时联系劳工区这边 让他们为您进行处理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已经有网友出现金额不对的情况了 还有领过失业金 也收到了1099G的表格 但是在上面显示的金额却是零 这样子的话一定会给您报税带来困难的 那报税是4月15号之前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来去改正的 所以说一定要检查上面的金额 包括您的W2您收到任何有关您收入的这些报税表格 一定要和对它上面的金额是不是完全一致 那除了有关您的收入W2和1099之外呢 您肯定还有投资的一些方面的内容 那如果说您有玩股票以及虚拟货币的话 您也是要报税的 当然也是要有盈利的情况下 您才需要报税 所以说呢 您一定不要先着急报税 等到您所有的这些表格齐了之后再说 我昨天收到Robinhood的邮件 他表示呢 他们这个Robinhood会在2月16号的时候 给我发放一个我股票盈利的1099表格 以及我虚拟货币的1099表格 那当然还有微牛证券老虎证券 还有不同的这些Fidelity啊 还有TD Ameritrade 这些不同的开户证券都有不同的日子 来给你发放您的1099表格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会在2月底左右的时候收到 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在2月的时候就着急报税 因为今年呢也有很多的附加项 比如说你的失业金啊 纾困金啊 小企业的一些免还款的扶持 那这些具体还有没有变化 咱们也不知道 所以既然目前为止 咱们知道的是4月15号之前报税 咱们就尽可能的等到3月底或者4月初再去报税都来得及 我自己呢 也会录制我自己的报税视频 那我觉得我也不想太早 所以说我会在3月底的时候进行报税 把我的全部过程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兴趣自己报税的话 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但是如果说您完全不懂英文的话 还是建议您找一下专业的会计师 这样帮助您 因为我自己报税的过程完全就是一个分享而已 不作为大家报税的一个参考资料 那准备好了这些不同的表格之后 应该准备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准备足够的资金了 防止万一大家根据自己的收入大概算一下 如果说要补税的话 大概补多少 现在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努力挣钱 把这个要报税的钱一定要留够了 免得到时候会很麻烦哦 说完了这些准备了之后呢 咱们来说特殊项 2021年报税有什么特殊要注意的 第一点当然就是您的纾困金 不管是第一轮的1200还是第二轮的600块钱 如果您收到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收到或者说收到的有问题 国税局的网站上给出了这样的信息 您如果没有收到这些补偿金 或者说您收到的补偿金少于1200 夫妻少于2400的话 另外每个合格的孩子还有500块钱 如果说您这些资金收到的有问题 那么将会给您返还 第二点呢就是退税的利息 如果您收到联邦退税 则可能国税局已经支付了您的利息 利息的支付呢也是需要纳税的 并且必须在您的2020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中报告 2021年1月 国税局将向所有收到至少10美元利息的人 发送一个1099INT的表格 这个表格呢就是您的利息的一个表格 利息也是需要报税的 第三点呢你要注意的就是退税时间了 国税局这边的消息是说 您一般是在21天之内会收到您的退税 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那报税应该怎么报税呢 如也行者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建议 当然我的建议呢也是来自国税局的官网 第一点呢关于报税呢 您也可以使用IRS免费的报税工具 在这里大家可以点击 就可以填写不同的表格了 当然您还可以寻找专门的税务专家 也就是有资质的会计师 他们可以帮您报税 但是你可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如果说您有退税的话 您可以在国税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如果说您使用电子提交的话 在24小时之内您就可以看到您的退税状态 如果说您提交的是纸质的这些税表 那可能要长达四个星期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慢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我把国税局网站相关的一些链接呢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我实用的报税工具 因为这里我是只用了它 这样的话我可以追踪我过去几年的报税状态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报税工具没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保持用一个 这样子的话您追踪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录制的有关2021年报税前应该如何准备的视频了 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行炒股投资的话 欢迎大家使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注册 这样子的话您用老虎证券和微牛证券都是有中文版 会给您赠送四到五只的免费股票 而且价值三十到一千四百美金不等哦 这些免费股票如果说进入到您的账号之后 您是可以随时卖掉的 单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学习小心为上 好了这就是今天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点赞关注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拜拜